我看起來現在的發展到目前為止 兩邊會不會造成 美中台更進一步的變局 或一些危機 答案是看起來不會 第一個那個蔡總統訪美 臺美關係 其實是有很強的互信 這個互動是非常好的 所以美方自始至終都沒有擔心 我們在訪美 蔡總統訪美的過程中 產生什麼意外 或者是插槍走火 以至於美中有這個蔡總統訪美的這個議題 進一步升高 或者兩岸關係情勢的進一步升高 沒有 這個原因主要是 間跡在說臺美雙方的互動 互信溝通信賴關係非常好 跟以前是不一樣的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臺美關係很好 所以我們重的是實質 重的不是那個那個象徵性的形式 而且剛剛永明兄講的 我很同意 該有的其實都有 一點都沒有降歸降階的這個問題存在 那永明兄剛剛講的那一點 我也很同意 就是說美國的政黨競爭 這個事情的的確確是 在美國有多方的考慮 不只是美中之間的關係 還有美國國內的政黨競爭 政治議題上面 這個本來就是多方考慮的 所以臺美之間的溝通上面 其實在這個配合上面沒有問題 那至於說這個這個小英到這個紐約到洛杉磯 會不會見太多共和黨的人 我想不會 因為到最後會平衡 換句話說民主黨的人 你會看到出現的人也會非常多 那政府官員沒有見 這個沒有問題 我就說本來就是在一個非官方的過境的 這個這個定位定性上面 不會有這個問題 那這樣子來講的話 美中之間的溝通也很好 在這個議題上面 其實老共大概也不太可能 藉由這一次做什麼文章 那麼包括這個小英總統到梅根圖書館 麥卡錫 跟麥卡錫議長見面 我看起來老共如果藉由這個議題 去做文章 在整體的大的氛圍之下 可能也很難施得出力 就是說飛機飛一飛 我們大概可以預期 可是藉由這個議題 身高對峙的情勢 我認為是不至於 譚老師他說堅決回擊 堅決回擊 他先說了再說 他過去也說過很多 不是 因為當時培洛西來 過去培洛西來 那時候包括小粉紅 包括胡錫進他們說話講到重到不行 結果後來他來了就來了 對嘛 我就是這個意思 那時候還說要把培洛西 算是打得堅決回擊 內容差不多 只是發言人換人 我覺得這差不多 所以他話說先說的再說 狠話先講 所以你看起來會有什麼大的 這個包括軍事信號 包括美中關係的這些 這些進一步的緊張 包括兩個我看起來 到目前為止都不會馬英九 剛剛小平兄講嘛 就說很多藍營鬆了一口氣 到目前為止 那中山林我已經講過 這個中華民國特區 愛怎麼講 勞工有一定容忍度 他跟江蘇城委書記 對啊 那他說我在臺灣總統任內 這個坦白講 我給他肯定 這個我要給他肯定 那希望你繼續講下去 希望你要繼續繼續講 好不好 就是說因為接下來重頭戲 是四月五號 各位觀眾注意四月五號那一天 馬英九在上海 小英總統在洛杉磯 這個才是兩個出訪的重中之重 這一天最起碼現在看起來 這個國內辦主任宋濤會見馬英九 王滬寧會不會見 不一定 不一定 現在看起來不見的機率比較高 但是也很難說 這個事態還在發展 可是呢 王滬寧 那個宋濤作為國內辦主任 你覺得他會不講反臺獨 一個中國家的九二共識嗎 不會吧 他一定講嘛 他講不講一個中國的這個 這個一國兩制的臺灣方案 跟臺灣各界的 那我們不知道 也許不講了 但是他一定會講一個中國家的九二共識 跟反臺獨 那馬先生怎麼回應 馬先生要不要說話 在面對面的時候 怎麼說這個話 如果你再講一次 說我是臺灣來的總統 那我們絕對給你拍手 那這個時候 國民黨就鬆了一口氣 這個事情 馬英九完全沒有失分 我甚至還認為他加分 他要不要講 他願意講 他會不會講 這個是重點嘛 好 那一樣的道理 就是說小英總統在洛杉磯的時候 我不認為會有什麼意外 就是說麥卡錫議長 蓋拉格眾議員 民主黨的也有一些重要的參眾議員 都會去 那包括一些州長 或者是州的重要的領袖 還有前朝官員 從時候現在就川普時代的 這些這個部長級官員 這個很多人都會在 那這樣的一個場合 這樣的一個氛圍 其實坦白講 美中已經溝通過 臺美關係也有底了 那整個國務院 國安會對這個事情非常清楚 我不認為在這個場合上 這個場域上 會有什麼插槍走火 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老共在上海把這個情勢拉高 將馬英九一軍的機率相對來講就會降低 所以這就是我剛剛講的結論 就是說這個馬英九訪中小英訪美 這個事情產生的效益 到最後很可能就傳過水無痕 但是但是我最後要講說 國際媒體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擺在一起 當然啊 就是說臺灣的前總統去中國 這個現任的民黨的總統去美國 你看你看這個臺灣政治其實很分歧 那我覺得這個對我們內部的團結 對內部人家怎麼看我們 國際有人怎麼看我們認為說 我們是不是站在一個反共的 我們是不是站在一個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一個 第一線的最前緣 這件事情對我們來講 坦白講是有傷害的 那這件事情傳過 如果真的我如果講的 傳過水無水是好事 那如果有進一步說 插撞分歧內部的衝突 這對我們來講就會有不利的影響 有沒有回應什麼 民主社會不同意見 這是正常的 那但是耀南兄講的沒錯 4月5號會是個關鍵 我覺得關鍵是反而拜登現在在觀察 麥卡錫 Gallagher會不會有出意外 除了意外是講 然後呢北京也在觀察 因為你要知道現在共和黨 尤其這些新上來的 這些議員 那是非常的有一點 這個有一點過動的 想要表達 表現出這種反中 你看上一次TikTok的 整個周首知的 他的聽證會就很清楚 所以我們自己要謹慎的是 你要去製造一個平台 讓美國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反對黨 共和黨的政治人物來這邊高喊的反中 拿台灣當棋子 還是說其實你要去透過這平台 去跟美國的政黨人士要加強關係 那這個拿捏很微妙 同時這個我覺得拜登 為什麼他之前會做這些動作 為什麼那個葛萊伊 會有這樣子緊張的態度 他也就知道 他們沒有辦法掌控現在就是說共和黨 因為現在美國已經進入到要大選的模式 基本上大選的模式 中國的議題一定會變成一個大選的議題 而跟中國大陸相關的台灣安全議題 當然是美國這個各界所重視的 那共和黨就認為說我們是絕對挺台灣 反中國的任何的這種威脅 那這個他們會表現出來 所以這種是一種微妙的這種就是說平衡 拜登政府現在已經很緊張了 那我覺得北京這邊也許就是說 他可能不是用提高怎麼樣 誰去跟馬英九見面的人的層級 而是他可能會直接在兩岸的層面 採取一些動作 什麼樣的動作 比如說軍機過台海中線的這種加數量 或者是靠近他岸的這些他們那一岸的這些軍事演習 這些都有可能過去也發生過對不對 但是針對馬英九的這個見面 我覺得馬英九自己也會決定嘛 他也知道這個情勢的這個情況 那你來要表現出對跟美國對抗 那我覺得其實就是不用了 如果你要來表現出在兩岸上你對的態度 我覺得也不用了對不對 那目前看起來 我覺得目前看起來北京對於馬英九 在整個中國大陸行程 還是以一個定調為是他的個人 然後呢各種當然其他的因素在裡面 是他個人之行 我以前跟比如說一些工商團體 去中國大陸的時候 也沒有人叫我楊副秘書長啊 對不對 那就叫我楊先生或楊教授嘛 那我也公開發表演講 也談到台灣兩岸的東西 也都OK 因為我是我個人以及是私人 非官方的這樣一個情況 其實我覺得他對於這一次 馬英九在中國大陸執行的之旅 到目前為止看起來定調是如此 大概不會因為在蔡英文 就是說在麥卡錫見面的時候 突然一下提高 那就算提高我覺得馬英九自己有判斷 因為有很多人